大家好,欢迎收看五家财经 以下资讯由五仔个人理财顾问Ivansir提供 如有任何理财和退休的问题 都可以在留言区直接联络Ivansir Hello,各位利比老板做退休的听众 大家好,又是我Ivan 今集我想跟大家讲讲英国买楼 很多人喜欢英国买楼 你知道那边的楼闲着半个世纪 真的四五十年了,不得了 那边买楼有什么要注意呢 还有如果你中招中了三大重伏 基本上不用说了 买下去起码要打个八五折,输15% 所以真的要知道究竟有什么 网上很多提示,叫大家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今集留言非常丰富,希望大家订阅、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 之前消息创作,三十年八十年 很多投资理财、退休秘笈 如果想轻松退休收息,一定要看一半新书 多谢大家 好了,想讲讲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去英国买楼 贪他收利息高 其实真的有很多花费 包括什么控制测试 很多支出你不知道的 一定要注意 无端端买一层半小的楼 原来你发现搞完一大堆东西之后 原来是中伏的 被人押了 那就可惨了,是不是? 真是难搞的 所以我自己也有亲身,上年 10月的时候去英国 去伦敦那边考察一下那边的楼 免得像别人那些 去完之后后后悔,又有失业潮 经常有些统计说五成人都失业 老公做事,老婆就 无计可施,是不是? 宁愿屈住他家里,是不是? 臭小子,没办法 你以为那边这么明清非用的吗? 是不是? 确实那边也挺好玩的 住啊,看看歌剧也不错的 我去看楼也看到 美伦美观的楼 那边的楼也挺舒服 挺别致的 但也要伦敦 Song2,Song2,Song3也要二百多万 二千多万,一二千万 真的逃不掉,真是贵 你好像李嘉盛那样 一亿买百金航空附近 那你就真棒 是不是? 你能够适应到生活环境呢? 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真的不是那么多人 适应到的环境 好了,首先说说 英国到现在还未减息 瑞士就减息了 日本仍然是加息 所以不同的地方 性质的特性是不同的 好像英国那样 通胀仍然不断 虽然最近央行维持不变 放晒夹派 但仍然有些人都觉得 不要减息 所以 暂时五月份 减息机会仍然偏低 所以那边 买楼要看清楚 借钱的条款 不是说是人 我们买了层楼 过去 调些钱过去 买楼就行了 当然 现在有些新的政策 五年之内 调些钱过去 不收收收组费 不收收了十多二十个百分比 对吧 大领落 十几二十个百分比 如果要几百万 收十几二十个百分比 也没有几十万 拿来收定期存款 收储蓄 收息比较好 六万人 这几年 几多人去英国那边 推出BNO签证之后 英国的物业不断上升 但过往这一年 都有轻微的下跌 基本上 大部分都去英格南 或威尔士买楼 大概有二万四千多个物业 加上升 英国的物业比较一千零二十八亿 很多都是这些海外买家 正 基本上 很多海外人士都喜欢在英国买楼 他们可能是稳稳定定 那边舒舒服服 港人占那些海外人士都占14.7% 其余新加坡、美国和中国 都不少人 有些业务人士就说 香港人移民到英国 都是希望想落户在伦敦比较多 因为对小朋友 教育比较好些 其实其他地区都不是差 但是很多港人移民的家庭 就相对推高了英国的楼价 尤其是特别好的学校区域 或者低犯罪率的区域 你看到唐诗荣去到英国到处玩到处吃 好像很棒 又带大家去Briston 那些贩毒之都 又去一些很静的地区 很乐的地区 什么都有 所以那边生活不简单 我去到那里发现一些东西 真是很贵 买楼你一定要看清楚 买楼的程序 又要找楼 又要签文件 看看自己能否成早 按揭 又要付首期 真的很多东西 不简单 又要验楼 究竟是否自己的能力 我经常都说 你一定要知道 人是否适合移民去那边 有些真的听别人说 立即去了 也有的 你会不会带到家人呢 你不会带到家人的话 那会不会如何生活呢 有没有小朋友要 家人照顾呢 这些都重要 那边生活是否适合自己开车呢 如何居住呢 你活得开不开心呢 这都重要 如果你上班的话 你上班又近不近 自己是否每天搭车呢 不同你香港周围有地铁 究竟你会学一技之长 那边生活 可以帮人做水喉 赚回一千多百呢 或者真的 你会学当地的语言呢 英文够不够 因为很多人 都说英文构通不了 变成那边做事 很大的压力 究竟你能否稳定自己的生活 很多东西 你的时间 刚刚能否遇到那边的生活时间 市场工作的时间 如何呢 财富如何运转 如何出走 很多事情这方面 都要考虑 是不是 有些人三年前 买了房子 死火了 出事了 打算移民过去 只是未移民之前 只有一层房子 虽然一百四十多万 没办法 变成26% 新屯门中心 两房子 都卖430万 他卖570万 卖570万 所以 真的 不要这么冲动 别人说 你就去做 好方 现在你看到百明瀚 哇 那些成交 都是急错 急错四成 所以你知道 其实现在 不是说 那些地方很好 那些百明瀚 第二大的城市 百明瀚也要破产 没办法 那些同工同酬 那些赔偿科案 是不是 打输了官司 那些港币 那些港币 未来这两年 那些公司证税 要调高到21% 所以去到 那些垃圾 由死人收 市务钱 这样向居民 扔钱 所以 真的 你去到 帮人交税 真的不断 所以我很多朋友 在英国 那次我去探访朋友 在伦敦 他说 基本上 怎样都存不到钱 每天搭车都搭百多元 没办法 十多元英镑 一定的 走不掉 他住在四、五 那你当然 没理由住在一、二 跟你一起 没可能 那边 就算做金融 都要千山万水 都未必 舍得开车 去市中心 那边 失业率还可以 3.7% 但是 到百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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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平均 便是 буду 港幅 10.990 總共 20.990 分med 平均 相对比其他地方都是低的 但成交急速下跌 似乎人们不太喜欢这些第二大城市 白鸣汉 平均楼价过往这12个月都要跌2% 没办法 整个英国来说是比较便宜的地方 但也要想想如何生活和生存下去 不简单 说一说现在很难搞 买楼原来有三大房屋杀手要小心 中了伏大领诺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原来你家里 看到有这样的类型的植物 要小心 这是什么? 原来这是日本的虎杖 日本的虎杖 这种植物源自日本 在那里长得很厉害很快 基本上一个月都长得一米这么长 有些巨尺撞的东西 它不仅会松开泥根 连结构和墙身都会侵蚀下去 破坏力非常惊人 基本上可以穿透戒砖 穿透云营土和沙漿 然后地上山石三米多长 破坏力 所以令到很多房屋都滲水 基本上每年冬天都会冬眠 三四月开始又再变化 基本上很多人都很害怕这些东西 但你放心 周围都是 给大家看看英国 红色的地方都是这些 有Nordwix的地方 很多这些骨子撞的日本虎杖 如果被这些侵蚀了 很多业外人说难搞 不能够 当局申请下药水清除 有些人也有 但你搞地下 搞泥土的成本都很高 而且就算搞完一大堆 下药水也有机会死亡 所以当地也说 大约有4%的物业 涉及到89万间 因为这些是日本虎杖 拖低了楼价 平均也跌5% 最厉害是有些人跌15% 所以不要小看这些植物 最严重真的会跌15% 你说买400万 没有了60万 香港人比较少 但很多人都不太认识这些植物 他真是周围生 还很粗生 所以大家买房前 不要隔山买牛 要看清楚 究竟那边有没有生的东西 附近周围 会不会生到你那里 基本上很多地方 都说有日本虎杖 但是做不到这是按揭 还真是准备 �邻居不能到你 有些人告隔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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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万英镑,246万 真是难搞 好了 真是周围都有 Total confirmed live case South Yorkshare也很多,一千多宗 Hemstware,Soucette,很多 Yorkshare也有很多,大家想清楚 是否要住的地方,有时候没办法 平平地 好了,第二件事就是 冬气 冬气是一个无色无味的放射性,有害的气体 通常都是在石、泥土、建筑物里面 其实空气里面就不是很多,不会影响健康 但是 如果从地基滲到一个屋里,就惨了 冬天你知道很多人都不开窗 那你家里的冬气就积聚了 如果长期浓度高的话 会患癌 是癌症 所以 这个食烟 第二个患癌的杀手就是冬气 因为你吸了冬气 它是会在人的 身体的汽管里 会释放一些輻射的粒子 在肺里积聚了 会影响吸呼吸的健康 长远 正常的细胞变成癌细胞 不太好 吸了一长时间,真的在华南机会大幅 增加 你看到 真的像泥土那些会滲出来 不少这些东西 这是一个英国的冬气 的 分布图 你看到很多 威斯 那边会比较多 越来越多 或者南区也会见到更多 就算 爱尔兰那边也有 你看到 什么地区也有 所以 不会只是某一个地区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 自己是哪些地区 是否要做好一些 研究 是否要找人量 一定要做好功课 还有 另一个 因为你知道英国很糟糕的潮湿 四面环海 哇 那些海洋升起后 经常都落雨 湿气重 卫星钉 是一个很常见的现场 在地下的湿气向上升 香港反而就是四面 都有,但就不在地下 但是高于地面一米 也是会有机会发生 所以潮湿问题都难搞 尤其是近地下的 如果你没有好的防潮层 去防止这些湿气 基本上就会发毛 好像一张图 上升的湿气 不仅 令到那些 墙身很难看 那些污漬 周围都是 很难清除 木有腐蜀 长远会不会 枝生細菌 会不会有其他 害虫 发毛 会令到那些 敏感 呼吸 烤喘问题 真的要想清楚 量度清楚 你看 你还要搞地毯 搞地毯 搞地毯 真是 很难搞 所以什么时候 买楼 都要做好一些检测 最好 做好功课 在这个 WifeMove 和Zoom 那 就是一些网站 On the market 这些网站 找清楚之后 都要看看 Cases 刚好 懂得当地去调查一下 究竟 经济 人口状况 实地看是最好的 最好 近市中心 就方便一些 起码 你落到丹他 落到他们的 HIGH STREET 你就容易一些 知道那个环境 不然 只是看照片 看别人 当然拍得很漂亮 真的看现场 甚至可以 跟别人压价 都可以 始终买楼 不是买破财 最好就是做了 建设 搜索 搜索 这些就更加好 因为你买二手楼 不设立时买卖合约 就不用 交 首付 也有的 收楼是可以 一泡一泡 但是你付钱 就难搞 所以 最好 做一些不同程度的 搜索 包括LV1 Conditional Report 200-400 英镑 基本的 尤其是买新楼更加要 第二种 Home Bar 500-900 英镑 针对楼盘 究竟那边 市场是怎样的 通常二手楼 就更加要 还有 Building Survey Building Survey 600-1200 英镑 一些比较旧的 看整个结构 如果 过了50年 半个世纪 或者用 现金买 就更加需要做 Level 3 Building Survey 是的 这些 survey 真的要做 因为这些价格 不同 周围 都有差别 所以大家都要 不要省 那几千一百 即是 无谓到时 中伏 还有银行 是不会成造 一些中伏 的物业 其中 包括没有了 EWS1 表格 External wall System Form 大厦外场有什么意见的物体 都是难搞 所以大家想清楚 怎样搞 因为曾经 2017年 试过一宗 Greyfell Tower 是不是 格 轮廉费 以塔 那时七神死亡 那大火 震撼了整个英国 所以 那时就有很多 条款 要有人买 那时 要做些什么 做些讨论 这些 这样的东西 要不然 买了 没有了这些 表格 随时变成 蟹货 二手货 但是 大家想清楚 所以 那边买房 是不简单的 说真的 过往这12个月 你看到 去年 基本上大部分 都跌 这两个月 好一点 怎样都涨了 1-2% 但是 始终上年 价格 还是跌了很多 所以 暂时 过往这一年 还是跌了 10% 虽然不是很厉害 但是 如果你买了那些楼 再跌了15% 那就可惨了 所以 要做好功课 不要说 懒得就算 其实 英国 租金上升速度 没有香港那么快 还有 通常 夏天也会有少少反弹 有些人 在那边住 读书 那 基本上 有25% 那些人通常 在8月之前 卖了一层楼 冬天 很少成交 对呀 免得 又卖得不好 别人 下雪又难搞 所以 一般上 他们都说 其实每年 都像过山车 虽然 落落也有 暂时 去年 租金 也有少少升幅 但是 仍然 很多人都说 未来一年 似乎 变化就应该不似预期了 因为 经济环境不太好 高成本 都逼得很多租客 离开一些城市 都有 所以去一些 偏远的地方住 基本上大部分 25%的人都说 8月之前 他们打算8月之前 卖了一层楼 免得烦 是不是 利率又升 回报又不是那么好 所以又有很多 租屋者改革方案 这个 reform bill 逼了很多人 都想 搬走 也不奇怪 但是 第一太平 戴维斯 有些统计 说 电底 减息 有意味着 夏天可能会升 一点 不知道 大家是不是这么乐观 但是 我自己觉得 真是难搞的 虽然有人说 未来 会减息 不像 但是我自己 没有这么乐观 狠选0.25%才算 所以 我也觉得 难搞的 所以今年市场 我觉得 都会动荡一些 尤其是房屋那些 真的 不是那么容易搞的 明年一月 又大选 所以肯定 都会影响 执政两党 新的措施 这个都是大家 观望的态度 所以暂时来说 我自己觉得 英国那边 买楼都要谨慎一点 是的 可能 这一刻 楼市整体都在走着下坡 不要搞到自己 好像上次说 很多人 移民应该后悔 原来英文 搞不定 其实 很多事情是烦的 是的 所以想清楚 居住那里 你的技能 是否合 你的语言和交通 是否为了 一时以气 去到那边 你的生活是怎样 是否退休休息 好像我旁边的邻居 他真是爽了 500万 买了一些基金 每个月有 三万多元的利息收 一下子就过了那边 生活 很舒服 基本上他 都不介意 现在周围住 租楼住 那就先不要买 是不是 等对的时候 住惯了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区域 定了 才去买 是不是 何况其实很多人都是为了小朋友 居住 过去那边 你一定要 知道清楚那边 生活状况 对 不要像 KOL 对着镜头 哭着 真的不是 都适合 但去到那边 我想 很多人 都是 喜欢 很自然 悠闲的生活 跟香港有 不同 始终有它的好处 但是我觉得 最重要是 分散投资 海洛空三般的策略 最重要是 自己有一个稳定的 储蓄 产品 有些 基金 保险 有些一定的收息的东西 起码 令自己安闻 安藏 没有 将来可以退休收息 其次 当然有些进取的东西 有些债券 有些基金 有些不同的商品 可以 做一个对冲 对冲 这个上升的幅度 所以可以打击到自己的通胀 万一 市场有什么大波动 起码 有些利息收 起码有四五厘 五六厘 或者买些基金 起码有七厘 都不错的表现 所以 真的不是 每个人 像我旁边的邻居 那样 五百万 一夜堆下去 哈哈哈 你也要想清楚 如果香港有几层楼 你堆五百万 容易 不是每个人都 容易 但起码 几十万一百万 都可以买些收息 可以不断 资产增值 每年 都有五六万 六七万 到老的时候 起码十几万 每年的收入 都可以 抵消到自己的通胀 的东西 希望大家 喜欢我今天分享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更多不同 理财 收息 最重要 我觉得 都是 对将来 五年 十年后 的退休生活 有一个 清晰的 很稳定的 比较低风险 去做一个 仔细的计划 不要想到时 乱急 抱佛脚 希望大家喜欢我分享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 不同的理财收益 收息的东西 欢迎大家 老板早退休的作者 怎样 不用钱 可以供到层楼 很夸张 其实 Ivan 一向都是 在上年 和我做过 那么多个 财经的节目 你有点 战绩 和大家说 不敢当 不敢当 好运 很重要 我们都是 有些策略 我们都不是 随随便便 去炒炒买买 他那些 很刺激 我知道 都稳不少 但我就 一个人比较稳定 其实 伍仔对 Ivan的推介 我发觉 原来分散 我的资产 是可以 好着数的 是可以用很少的钱 可以这么说 直接是 别人帮我供了层楼 又可以收息 又可以 做到一个 资产增值 我自己的 计划 就是将一部分的资产 让他生息出来 我们有个首期 每个月 他生息出来 就帮我供了层楼 是呀 是这样 那些钱 生钱 我就 不用打工 去供了层楼 管理费 你限制 现在是几元尺 好少少的 你真的 是千几二千元的管理费 很多人以为 买楼 可以 不是的 其实这个世界 很多方法 帮你钱 赚钱 每个月 有个息 分散 不会说 所有鸡蛋白 在同一个栏 没错 Ivan经常说一样东西 不要所有东西 沽住一堆 分散了你的风险 绝对可以放心